现在我来介绍二项式定理 二项式定理的话呢 的展开式的话呢 是x加y的n次方的话呢 它中间的话呢 有一个是组合的符号 cn取k x的k次方 k从0到n 像这样子的写法的话呢 各位同学会觉得很奇怪说 这个地方怎么跟组合有关系呢 其实的话呢 它确实是跟组合有关系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要做一个证明的话呢 需要用的是一个归纳法的方法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用解释好了 我们的话呢 就不用归纳法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来用一个解释的方式 来做这个地方的说明 各位同学知道 a加b的平方是怎么算的 那同学的话都知道是 这个背过公式 a平方加上 2ab加上b平方 这边的2ab 其实是因为 它是展开来 a加b的平方的话呢 它的写法是这样的 这个的写法的话呢 其实是展开的时候 我们在成开的过程之中 一个是ab 一个是ba 一个是b平方 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的话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呢 可微 我们可以这样写啊 加上ab的话呢 bb加 ba加b平方 在相乘的这个地方 它有两个 从这个地方看不出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写第三个 a加b a加b 这是所谓的三次方的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如果我们 成开了以后 会怎么样呢 我们的话呢 a的话呢 我们现在都不把 不把它用平方来看 我们把它全部展开的话呢 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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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a b的话呢 还有 a b a 还有 b a a 再来的话呢 这是 两a一b 还有呢 是两b一a 总共的话呢 有几项呢 这边是三个 所以是二的三四方 有八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 这是a平方b 这个展开之后 都是a平方b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那么它有几项呢 如果我们展开很多 我们这边看得出来是三项啊 其实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总共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是 三 那么我们的话呢 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的看法是 这个地方有两个a 我们的话呢 三个位置里面 要挑两个出来 就有这么多项 那这有几项呢 这是 a b平方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如果全部展开来的话呢 其实是 有三个里面 挑一个a来放 所以是 c三取 一 其余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没有a 所以我们是 c三取零 a的零次方 b的三次方 这个是 这个是 c三取三 三个位置里面 选三个出来 那么 a的话呢 是三次方 b就是零次方 于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 大概有一个 大概的概念了 我们的话呢 并没有将它的 完整的证明 证明出来 我们是用 展开的思考 来了解说 这个地方的话呢 确实是有一个 c n取k的一个情况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k 那这边的话 就是n取k 那么我们把这个 二项式定理的话呢 大概去做了一个 展开式的一个解说